这是近50年来 美国本土就发射一枚威力最强大的火箭 难道只是为了把一辆敞篷电动车送上太空轨道吗 当然不是 这幕后可是一条庞大的计划 还有看看北韩的艺术团体这次在冬季奥运会当中是促进了封锁 当然也大家看到了北韩人是如何擅长于宣传这个计划 还有亚洲最大的一座旅馆 它的池员就将近万人 如何维持高水者的服务呢 他们有一处秘密的地下基地 欢迎来到在春节期间的云端世界 也先祝福您这一整年都春节愉快 旺旺如意 谈到了春节在亚洲最大的焦点 当然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南韩的平常奥运 不过头几天政治的戏码似乎抢尽了一切的风采 也再一次证明所谓体育跟政治是分开的这句话 跟童话一般的天真 谈到了童话 北韩这次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让大家看到的不是北韩残暴或暴力或甚至贫穷的那一面 而是北韩人如何的有教养有举止得当 所以派出了是金正恩三十岁的妹妹金宇正 她高举的下巴甚至她高耸的拳骨都代表她出身不平凡 而她不时展示的笑容的确风靡了所有的南韩媒体 甚至美国CNN媒体认为她应该得到一枚金牌 因为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当然回到国内之后 她的哥哥也对她是大家称赞 还有一位是比她先来又后走的北韩艺术团队团长玄松岳 玄松岳当然更是出名 她过去已经排演好几次任务 都是担任所谓的表演艺术工作 不过这一次她还间接投入了所有的筹备工作 当然也是一身贵气打扮 当然这两出的戏码都显示北韩是如何处心居立的 希望做好这次一切三赛的准备 包括他们最后表演的时候 更是不断的高唱祖国统一的重要 甚至当场北韩人落泪 南韩总统也陪着看 不知心里做何感想 当然美国的副总统参与了大会 但是几乎是全程铁青着脸 没有跟北韩打任何的交道 大家都在看 这场冬奥结束之后 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势将会如何变化 那才是未来的重头戏 我今天一开始 我们来看看这次北韩精彩的艺术表演 在南韩江陵的第一场演出 北韩艺术团一开场唱的事 见到你真高兴 团长徐松岳就坐在台下紧盯 身穿粉红韩服的歌手 各个带着最亲切的微笑 为魁为16年的首场表演 带来美好的一面 管学乐团团员同样穿上粉色表演服 就连男性也是粉色西装 刻意营造北韩柔性的一面 让2月8号的首场表演 成功为冬奥展开序幕 第一场演出 北韩唱了多首南北韩耳熟能详的歌 双方有共识 不能有太政治性的曲目 高唱民族情感成了唯一的共通点 三天后 2月11日在首尔的第二场表演 出现了难能可贵的一幕 南韩总统文在寅 与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肩并肩同台观赏演出 一路抢尽风头的玄松岳 还特别上台说了一段话 哈喵和鱼的合唱声 我们的小声都 很高兴奋 所以今天唱一首歌 他先是一人独唱 果然团长就是团长 唱起歌来自信又把气 随后四位团员加入他的演唱 这首激起民族统一情怀的歌 简直成了小型的个人演唱会 帮在节目倒数压轴桥段 要唱进南韩人民的心坎 玄松岳的演唱掀起高潮后 最后一首歌 则由南韩少女时代成员徐璇 与北韩共唱统一的愿望 两韩戏首演唱 后方大一幕则播放 南北韩离散家庭重聚的影片 唱到最后还来个大拥抱 感人的氛围 让坐在金羽镇旁边的 北韩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有南 劳累纵横 不得不说玄松岳的政治音乐外交 手腕一流 但两场表演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吗 北韩最神秘的女子天团 再再告诉你 没这么简单 他们是竞争了一首地燥的 超级天团 柳丹峰 成居 这个试射火星十四行 推出最新单曲火星炮之歌 去年9月3号北韩清淡 施暴成功 他们又在庆功晚宴 大欢唱 团圆共有三十四人 但每次演出不到二十人 且这二十人可是金正恩的 万中之雪 这群北韩花中之花 是从平壤金元军音乐大学里头挑 边训练边淘汰 除了唱功一流 演奏以具世界级水准 实力不凡 长相也挑过 日本媒体形容他们 是最美的国民乐团 当初成军 金正恩以父亲金正日最爱的平壤小山 牡丹峰命名 却依早金正日 不颠绑乐团的老土形象 短发短裙甚至加上亮片 牡丹峰尺度大开 胶材十公分高跟鞋 更是他们的招牌造型 且每次登场 一穿丝袜 离经朝鲜文化转变的南韩伐桥 江玉花 这样解读牡丹峰 40年代 50年代 六年代 南韩人也一样 那是穿民运裙的 现在什么年代 还有这样的表演 他们跳舞都会守会这样摆动 舞姿穿着 虽停留在半世纪前 但牡丹峰是北韩人的时尚指标 金正恩组团目的 就是要世界看见 北韩的变化 每年或每季都会推出一首新歌 2017年这首金正恩的个人主打歌 叫您老爸 看得出牡丹峰的曲风 出现转变 总次的是 北韩被经济制裁 而牡丹峰用的乐器 全是日本制造 或许因为妈妈在日本出生 她也爱用日货 牡丹峰背后的大萤幕 不是金正恩就是放炮弹 只要和牡丹峰有关 金正恩一手包办 2015年牡丹峰首次赴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 传言因为中国要求不准歌颂金正恩 牡丹峰首次外交之旅 不到48小时就破局 团圆迅速返回北韩 然而这支世界最神秘乐团 幕后的彩排画面 静眼意外渡光 全体军服 即使彩排也当正式演出 下了舞台 他们行动一致 集体聚放 北京公演取笑后 牡丹峰只在北韩表演 不仅政治洁情露脸 老百姓也可买票 入场聆听 这首书型歌没有它 我们会死 是神曲中的神曲 北韩人每个都会唱 在牡丹峰近期唱完火星炮之歌后 何时再谱一曲清淡何事歌 在金泽强硬反美大抢后 很快的北韩民众就能一包耳朵了 2月6号这天 在《人类征服太空历史》上 又写下了新的一页记录 你看到的 就是这枚巨大的火箭 在美国成功的发射 这枚火箭非比寻常 它总共引擎有27个 推进力相当于18架747 加起来那么大的力量 当然升空之后 迅速的飞上天空 而射长距离是什么呢 是一辆电动敞篷车 你光看这个画面 它在太空透过直播 摇摄到浮地球上 真是有如科幻电影般的 那么样的不真实 但它真实是来自于 太空的真实画面 因为车上有三具摄影机 不断地把影像传回到地面 整个的一切发射 真是恍如梦境一般 但是过去50年来 人类已经再没做到 这么巨大的引擎 再重新发射太空 一切一切的任务是证实 人类未来将进展到火星 到甚至更远的地方将有可能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过去50年 除了我们成功地征服月亮之外 其他的火箭发射 都只是把我们的发射载具和卫星 进入到低轨道的太空 但是高轨道需要强大的发射威力 这一次您看到 就是民间的美国公司 证实了它有正能力 换言是未来人类将可以飞到 更远更深的太空 而这一切呢 就是你看到这位天才的亿万佛 马斯克 他的一切的梦想造成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历史的一页是如何的写成 而且最重要的 这架电动敞篷车 目前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它正以每秒11公里的速度 飞向火星的轨道 预计在今年的6月9号 将会是最接近火星的那一天 独领风骚的特斯拉电动车 充满未来科技感的超回高铁 澳洲南部全球最大锂电池 还有在太空探索领域 跑在最尖端的SpaceX 他们都由同一人主导 细鼓钢铁人马斯克 最近的疯狂之举是这个 倒数声结束 点燃引擎 这枚巨大的火箭 喷出浓密白烟 发出怒吼 冲破云霄朝着太空飞去 SpaceX的最新立作 练义重型Falcon Heavy 万众瞩目下 在佛州卡纳维尔角航空站 发射升空 起飞两分钟之后 所有两侧的辅助火箭脱离主体 还仿佛长了眼睛 减速放下起落架 准确安稳地降落在 卡纳维尔角的回收基地 就连中间的主火箭 第一阶段六小时飞行任务完成 第一节油料耗尽后 原定也会回到大西洋上的回收台 最后却是最美的收场 写这场大秀 还有个超级焦点 就是火箭顶端舱内的 樱桃红跑车 它是特斯拉首辆生产的 电动车Roster 上面还坐着一位 穿着SpaceX太空衣的假人 名叫Starman 跑车和假人被架高 还有好几台摄影机环绕 捕捉飞行音资 而舱内还循环播放 大卫包衣的轻点歌曲 《太空奇遇》 Starman驾着太空车 逐渐脱离地球 原本计划将环绕火星轨道 却因为加速力道过猛 未来经过32个月的飞行 太空车会越过火星 一路飞往小星星地带 这次试射就是为了证明 马斯克的火箭有能力抵达火星 至于那辆太空跑车 则是在测试火箭筹载量 更有意凸显 马斯克惊人成就 并重行对人类太空探测 迈出历史性一大步 但光靠猎鹰重行 还不足以达成它的火星梦 终极目标是研发出 威力更强大的BFR 高度106公尺 将成为全球最大火箭 它比NASA已退役的 神龙5号载运火箭掠售 但岂非酬载量 可达史无前例的150吨 不仅可搭载多达100人 是目前任何太空船 所办不到的 而且和猎鹰重行一样 BFR大部分都可回收 如此一来可大幅减低 前往火星的成本 让更多人可以上太空 这道理世人也清楚 但没有国家敢讲出 送人到火星的具体年份 只有马斯克大声说 2022年首次到火星送货 2024年第一次把人送上火星 还解释为何会对火星 情有独钟 火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人类对它长久以来充满幻想 连好莱坞电影 以火星为主题的也不少 火星基地逐步扩建之后 它的多星球居住计划 算是正式展开 且马斯克追求火星梦 付出的努力可能不止在太空载具上而已 它一年多前创立的Boring Company 专门公司也被认为 和它殖民火星的雄心壮志有关 标面上看来在地底深处建构全新交通网路 疏解城市道路涌塞 似乎是这家公司的主要目标 但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要在火星挖隧道 让人类可以在地底下生活 比你所幸是人类征服太空的新目标 谁也没想到确实有爱冒险的马斯克来实现 至于这位46岁科技富豪 下一个惊人创举会是什么 外界高度期待 今年的春节假期再一次写下了 大家出国旅游的热潮 去哪呢 今年北边似乎太冷了一点 很多人选择往南边走 新加坡当然是其中的首选之一 如果去新加坡这个岛国的话 你可能会去的就是这家饭店 这个饭店是当地最大 而且有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游泳池 不过我们今天谈的不是一些饭店的设施 而是您看不到的设备 这里面他完全服务他的员工 他的员工人数高达9000人 即使扣掉了休假 随时有7000人在工作 这7000人工作 总部能跟游客在一起生活吃住 当然不可能 因此必须创作一个地下城市 来作为他们所有生活的起居 商店餐饮 一直抱洗衣服的店 全部应有尽有 如此才能保证这家饭店的 高服务品质跟水准 我们就来看看 这处饭店中的饭店 是您接触不到的 它的神奇之处包括哪些 南天百云之下 来自各国的观光客 在座落57层楼高 全世界最大的户外泳池 亚洲最大的空中花园 进行享受灿烂阳光 出离于滨海湾 金沙酒店从7年前开始 已成为新加坡地标 的确只有亲自到这里 才能目睹这般景色 为了应付如智的游客 金沙酒精员工天天如临大敌 取年后的24小时运作 就从这道天际线 也会往下到两位下二楼 待会参与 其实饭店地下室二楼 才真的是一座不夜城 9000名员工的神秘作息 就从我背后这个地方 正式开始 识别证在机器上感应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 贯穿三栋建筑 长度将近一公里的地下通道 这地下通道是员工上下班的 主要动线 因为随时有人进出 因此设有24小时超商 满足员工临时购物需求 一排又一排植物柜 9000多名员工 人人有份 宛如一道铁墙 场面相当壮观 但更令人叹为观止的 是这个号称全球最大的 制服洗衣中心 门内的大转盘 挂满各式的员工制服 警察规定制服 不能带回家 用饭店补衣 帮你清洗 这服中心还备有裁缝师 帮你量身修改衣服 扣子掉了会帮你缝 有破损才会帮你补 在这个地方有18个这样的转盘 每个转盘可以放600个员工的衣服 每个套子里面至少放3到6件 你可以想象数量之大 如何不搞错 这可真是个大学问 原来制服内会缝上一个包含 员工资讯的小晶片 只不过制服会依照不同的员工编号 挂在不同的转盘上 你的竹竿借我一下 它是400 连100 200 300 400 再加上每件衣服领口 都缝上印有员工编号 与姓名且不容易洗烂的名牌 确保万无一失 绝对不会拿错 员工来上班后 只要拿识别证 这样一逼 担进制服 就会送到你面前 透过晶片感应 制服中心的电脑甚至会知道 你的衣服多久没洗 必要时还会提醒你 该送洗 知道统一管理秘密 台湾电视媒体首度采访拍摄 然金沙不只管员工的衣 还包办了员工的食 我们工作24天 我们吃饭、午餐、饭、饭、饭 和饭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的思考是 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要照顾的工具 工具会照顾的工具 如果把猪杀的床下二楼 比喻为一部运转的机器 那么员工餐厅 无疑就是心脏 9千名员工扣除 2千名休假 每天约供应7千份餐点 员工同样用识别证 在入口处感应 就能免费享用 每个团队员工具 都会使用自己的币 去按摩 那会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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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除了四个时段工餐 为了体贴新加坡 多元民族 不同的饮食习惯 食物还细分成中餐区 西餐区 以及专为穆斯林准备的清真区 另外还特别规定 清真区净餐 专用绿色餐具 避免混淆 因为我们的哈拉 对非哈拉党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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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多少拿多少 餐餐後 就在餐廳舒適的座位享用 这也是繁忙工作中 唯一可以放松的时刻 这样让7000名员工填饱肚子 幕后大功臣就是这些辛苦的大厨 每天用餐时段前两个小时 厨房就开始一步 每个人负责的工作并不以人种区分 东方人不一定只做中餐 而是根据各自专长分配工作 毕竟是7000人的果实 厨房锅子每个都超级大 像是这个大汤锅简直跟泡澡的大桶 没两样 煮个菊花茶也是泡澡规模 一百多名大厨二厨 蒸煮炒作洋洋都来 今天准备的午餐菜单 包括炒牛肉 咖喱鸡以及麻辣豆腐 碰到时间要仔细拿捏 才能热腾腾上锅 直到餐点 都要迅速装盘 并装上推车 以最快的速度 送到餐厅 如同煮菜厨房一样 沙拉也有专属的厨房 从选菜洗菜一直到搅拌调味 甚至还要把沙拉丸仔仔细细擦干净 到处都可见工作人员的用心 而墙壁上挂的则是每天不同的菜单 定期更换 要让员工每一口都能吃到美味与营养 吃饱饭足后要如何收拾餐局 这时候就轮到洗碗作业人登场 动作熟练迅速 随于人回收员工用过的餐具 锅碗瓢盆 餐盘 筷子 汤匙刀叉 再放到洗碗机 以高温热水 二度清洗 清洗完毕的餐具 要以人工分类收好 预备下一餐使用 而这部机器 刀叉专用的烘干机 把刀叉从上方的开口投入 经过内部热风吹干之后 就会透过输送带 从下方缺口送出 相当干净卫生 不论是厨房 餐厅还是洗碗 负责监督这一切的地下总管 就是它 身形矮小 梦不惊人的光头大厨 克里斯提是金沙酒店行政主厨 是一间餐厅的总指挥 为了确保品质 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 不知道厨房 确实先检查食材 仓储情况 食材来到这边 我叫这个线 最后它碰到线线线线 所以您可以看到 我们都放了所有的食材 这次食物的卫生 克里斯提要求 进货的食材 依照红肉 芹肉 鱼肉 以及蔬菜水果 分类冰存保鲜 接着迅速处理 不要有任何存货 我并不喜欢 放太多东西 我希望有新的食材 我希望能够进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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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给客人 然后拿出 明天我们再次进入新的食材 担任五行饭店 行政主厨超过三十年 张管金沙饮食这兼具任务 最大的挑战 竟是 我们一直在改变 想看新的、新的、新的 新的、新的 新的 因为我们能够进入餐厅 最多人能够进入餐厅 的确 若不是亲身拜访 这地下二楼的秘密基地 就无法了解 这东南亚首区一指的饭店幕后 有这么大的学问 九千名辛勤员工 在有秩序的运作下 擦亮了金沙之名 这最坚实的护盾 与吉时 新春假期 听点好音乐 那绝对是一大享受 谈到了流行音乐界的天后 她绝对是 无人不知 家喻户晓 加拿大的天后 Celine Dion Celine Dion的表演 真是留下了太多 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 她更跨越了 不同年龄层的歌迷 尤其在美国独成 拉斯维加斯的表演 她更是个人独称 15年之久 到现在 还是声势 网如当年一样 大家看了之后 无不为之 如痴如醉 当然今年 台湾的歌迷有福 将有机会看到她 自己来到台湾 来进行她 世界性的巡回演出 其实过去15年 Celine Dion已经度过一次了 这是她的第二次 不过在过去受缘当中 她的生命也发生了 很多很多的变化 包括她最爱丈夫的过世 不管怎么样 她重新在舞台上站起来 继续以她那高亢的歌声 让全世界的歌迷 为之疯狂 不过你一定没看过 她在舞台下的样子 每段表演结束 无论脚上的高跟鞋再高 都得用跑百米的速度 冲回更衣室 因为每段表演的间隔 只有不到60秒的换装时间 这些都是 席林迪翁 在堵成舞台幕后的 真实情况 让人更惊讶的是 无论是化妆 发型 即便时间再紧迫 还有专业的造型团队 随时在侧 席林迪翁还是势必公亲 再度回到舞台上 天后又是一贯的气质出场 观众完全看不出 任何一丝后台的紧张气氛 没有震撼的舞台 或是吸睛护炫的舞群 前后共1075场的演出 即使票价 从百元美金起跳 却几乎场场爆满 而且一唱就是15年 谢谢 真的 他们在维加州想建议一个公寓 特别是一个节目 我认为我会在这里 三个月 三个月 什么事 五十年 五十年之后 对 正确 正确 当你叫我 对 当我听你的震撼 把破过去铸唱歌手 只在餐厅或小酒馆 小型演出的刻板印象 西林迪翁的赌城创剧一开始 很多人唱衰 他们说 I was never the same after that and because of him I decided that I needed to learn how to speak and sing in English he came to see my show a few years ago he even sat in that seat right over there and I don't think I saw anybody else that night other than him 从35岁开始常驻堵城凯撒宫 唱到现在已经50岁 每天晚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 4000多位观众 对体力跟耐力甚至意志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when the curtain is open those people make me forget that I have been singing this so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imes it feels like the first 15年当中 席琳迪翁曾经两次 暂别堵城舞台 第一次是2008年 他为了无法远道而来的粉丝 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 两年内他走访了五大洲 25个国家 93个城市 133场玩受记录的演唱会 又再度写下乐坛创举 2011年重回堵城的表演 直接以席琳迪翁的名字命名 席琳秀走的是黄金百老会风格 三十人交响乐团现场伴奏 席琳迪翁是舞台上的唯一焦点 她是席琳迪翁过世两年的丈夫 2014年为了照顾癌症末期的瑞尼 天后二度告别舞台 世界巡演也同步喊咖 一直到2016年初才有再度付出 天后有时候还很搞笑 像这首自己和自己对唱情歌 席琳从一开始反对 到每天晚上乐在其中的自愈于人 帅真的个性 就连舞台上遇到粉丝骚扰 席琳迪翁都能完美化解尴尬 OK Olivier 你可以留下她一手 但留下她因为她需要帮她 看我 我们都会对你的手 别碰我 我可以教你吗 OK 跟我来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知道吗 他们是我的朋友 天后不仅没生气 还展现高EQ 牵着时控女粉丝的手 护送她回座 赢得热烈掌声 本城的助唱 为喜临迪翁的表演生涯 后来写下了传奇的一页 2018年她将三度告别舞台 完成因丈夫生病取消的巡演诺言 美声天后的魅力将再度席卷全球 攀登事业的另一高峰 谢谢您的收看 也代表云端世界的所有工作人员 祝您新春愉快 外事如意 下回 请不吝点赞